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21世纪的生意呢 是罗伯特清奇他的富爸爸穷爸爸系列书当中的一本书 这本书其实并不厚薄薄的 但是呢这本书却里面讲了关于我们21世纪 我们现在该了解的生意 那这个富爸爸穷爸爸这个作者叫罗伯特清奇 我们来看他 那这个罗伯特清奇呢他是一个日裔的美国人 有看过他书的人可能就不需要我来多介绍了 他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呢 其实这本书主要写的就是网络生意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直销 那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呢 他非常的他在他的 我记得他在他的那个书的前面的简介里面就有写到 他说我我写这本书 我是最不敢说最权威 但是我是最有发言权的 他说因为我并不是因为这个行业起家 但是呢他只是一个就是说站在一个很功利的角度上 就是说一个很中间的角度上去看待这个生意 并且呢他也看到了很多很多在这个生意里成功的普通人 那也是因为他为什么会写这一本书 其实他之前并不认可这些网络生意 因为他从来没有涉及过他身边的朋友也没有涉及过 后来呢是因为他身边一位他非常非常尊重的一位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这样的一位前辈 那他涉及了这个生意 让他对该开始对这个生意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反思 也是他就开始就是说了解关于网络生意方面的事情 他没有经营任何网络生意 他但是他有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就是公司的学习啊什么的 后来呢他就写了这一本书叫做21世纪的生意 那他呢是非常的呃就说他说的话也是非常公正的一个人哈 因为第一个他不是因为这个生这个网络生意发的家 还有一个呢他也并没有在嗯经营这个网络生意 所以他的话是往往是最公正呃最公正的 那有人就说呃王婆买瓜自卖自夸 你做这个行业肯定是说这个行业好对不对 那咱们今天呢就看呃来呃看一下这个罗伯特清奇 他怎样来评价呃这个行业 他怎样来呃理解这个生意 并且呢他在这个书的刚开始的献词里面呢 就有他的书的献词哈 我给大家念一个念一段哈 就是很简单 他说我将父爸爸21世纪的生意一书献给千千万万 正站在人生十字路口上的人们 特别是当前因受到经济危机冲击 而对自己未来如何获得稳定的财富而感到无助的人们 经济形势上 看上去有多糟糕 现在才是你们掌握自己未来的最佳时机 一直以来我都在教育人们如何获得财务自由 所以我知道就像父爸爸系列的其他书一样 这本书也能为你提供创造和维系财富的秘密 一旦你懂得了金钱的运作方式 并知道了在21世纪你所能拥有的各种生意机会 你就可以开始过上你所梦想的生活 这个是他这个书刚开始的一个献词哈 那呃他这个书写的就是说献给千千万万 正站在人生十字路口上的人们 那我在想我曾经也是属于站在千千 站在十字路口路口上的人哈 呃很感恩呃我的介绍人把这个机会呃 呃带给我也很感恩 亮眉姐帮助我看懂了这个生意 所以我们在呃经营这个生意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了它的价值 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 就是说刚帮助呃更多的人来看懂这个生意 站在十字路口上的人来给为自己有一个清晰的 就是说未来的规划哈 多给他提供这样一个机会 那我们再看呃这个富爸爸呢呃 呃他这个富爸爸穷爸爸系列呢 他总共写了有18本书 我点我数了一下哈 这个这个18本书呢我们叫做这富爸爸系列从书 呃这18本书呢我也只看了呃五六本哈 没有看很多 那接下来呢呃呃我还有几本就是让我挺感兴趣的 我也想继续有有时间 能够去看他更多的书呃 呃这个是他的这个系列从书 他说为什么你需要自主创业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到底是为什么哈 那他呢呃这个罗伯特清奇呢就在嗯2001年2008年2009年 这三个就是说这两个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呢 看到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我们首先来看就是2008年的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变化 那2008年呢他他这个书里就写到哈 在2008年的秋天大多数美国人退休账户上的资金都减半了 有的损失甚至更大随着房地产业崩盘 以前人们认为是坚不可摧的资产刹那间同水蒸汽样消散殆尽 工作的稳定性也不复存在这是08年 然后09年就开始经济大萧条 经济大萧条呢就是呃怎么个情况哈 就是09年的头几个月里美国公司每月的参员人数达到25万 2009年底美国失业率高达10.2% 并处于上升趋势不充分就业的情况 什么叫做不充分就业哈 也就是说虽然你还有工作 但工作时间和薪水都被大幅压缩了 这就叫做不充分就业 你虽然在就业但是时间跟以前不一样了 收入也不一样了 非常严重 高收入岗位急剧收缩 其影响范围如此之广 以致很少有人能不受到他的牵连 那这个就说大家看现在的这种不充分就业 是不是跟我们现在一样啊 那这个是09年 我们现在是2020年2021年 基本上都处于这种状态之内 那我们再看第三个 就是2001年911以后的经济大衰退 大家看这个时间段 是不是基本上10年左右就会来一次 而且这个频率也是越来越频繁 基本上就是10年左右哈 那我们现在又在同时经历着这样 其实08年09年的时候哈 我们中国感我们中国人哈 如果在国那个时候还在国内的中国人 其实感受并不很大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中国跟世界上就是说 还没有真正的就是说 呃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银行啊 什么各个方面 跟世界上还没有接轨很大 那现在又不一样了 现在就是说呃跟这经过这将近20年吧 呃跟世界接轨跟世界的经济越来越密切 所以受到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 那我们现在在日本 我们就明显感觉到这种呃就说经济危 就是说这种经济危机或者是这种各种各样的状况 那他说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大萧条的时期 仍然有人发财 问题的关键不是经济怎么了 而是你自己 我们都知道经济在任何时候衰退的时候都会有 那有些我们就在讲不是说很多呃行业在消失 那很多行业消失就会有很多新的行业诞生 那你能不能呃就说有一个睿智的眼光 有智慧能看懂这些新兴的行业 并且在这些行行业新兴的行业 嗯在开开始的时候你就能够参与 这个是需要智慧哈 那20世纪五六十年代呢是工业化时代 那个时候是工业时代思维 读书考大学参加工作追求是铁饭碗 稳定的工作养老金安逸的退休生活 那21世纪呢是信息化时代 要用信息时代来考虑问题 哎呀 要用信息时代呃来考虑来思考问题 行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信息化时代 好像已经呃逐渐的被步入这个AI时代 那信息化时代的思维呢是什么 有三个特征就是速度多变和危机 那这个速度多变和危机呢从哪里体现到 速度就讲一个简单的 就是我们现在呃因为我是呃是一名家庭主妇对吧 首先速度感觉的就是做饭这件事情上 我不愿意在做饭上再花更多的时间 我希望做饭的时间越短越好对不对越快越好呃 那这个呢就是也从咱们你看超市啊 还有各个方面就说这种素食越来越多 这种冷冻食品拿回来一加热就可以吃 对不对那种炸的东西你拿出来一解冻 然后炸一下就可以 从各个方面感受到就是从光从我们这个做饭方面哈 你就能感受到速度 而且咱们的皇后锅是不是非常的人气啊 它为什么人气 那第一个是健康那第二个是不是就是因为速度 我相信这两个是并行的 如果只有健康让你这一锅菜煮出来 可能要花上三四个小时 我相信咱们的皇后锅也没有这么的人气 对不对就是因为它又健康又速度 所以呢它才会这么的有人气 因为大家会觉得哦 我有了它我就可以让我的生活 我在做饭这件事情上 我可以更加速短我的时间 而且还可以给我家人提供健康的食物 那这个是速度 那多变呢 多变也是我们现在就是各个行业的这种 这种变化 那还有就是危机 那多变那当然就引来了危机 现在就像我在在我家附近看到的那个 叫什么 我那天去优衣库 买了几件夏天的就是这个那个叫皮肩啊 东西就是说一路上买完了 然后呢要结账的时候收音台没有人 一个人都没有 而且呢你拿着你的框子 它那里有一个专门放你购物框的地方 你的购物框一放下去 那个iPad上马上就显示出你的金额来 然后呢你就点是现金付款还是信用卡付款 所以他整个的那个一个店那么大 我就看见了两个人 一个人呢就是在后面里里货 那一个人呢就是在前面就是买好买好了的客人 想要包装一下的那种 他在呢给他包装就看到两个人 所以呢就说像这样这一类的工种是不是 就是说像这一类工种的机会 是不是越来越少啊 那么就看到超市里边收音这方面 也都是现在就是有大概有八台 我记得上次去哪个超市 有八台的那个收款机 只有一个那个店员在那里站着 当你有不明白的地方的时候 他会过来帮你 所以这个危机真的是 这方面的这个工作的工种的代替 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快 那信息化时代的思维是什么 学习改变和创业 你首先要学习 你要知道这个世界在发 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然后呢你去改变 改变你的思维方式 然后才有一个创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好那这个是我们所说的信息化时代的思维 如果你想拥有一个稳定的未来 这需要你自己去创造 你只有拥有了自己的收入来源 才能掌握自己的未来 你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意 我们来看一下 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赚钱 是劳动性收入 还是管道式收入 是钱的数量 还是钱的质量 你觉得数量和质量哪个更靠谱呢 你挣多少钱 你如何挣钱哪个更重要 所以这个就像是有一份工作 打个比方 你如何去选择这份工作 如果说一份工作给你 每个月给你15万 你这个工作呢 可以学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你这个工作呢 可以就是说很多的去培养你 那或者另一份工作给你30万 但是呢这一份30万的工作 就是机械化的操作同样的事情 你会选择哪一个 那这个呢就让我想起 这个富爸爸穷爸爸 他的第一本书里面 就讲他的成长经历的时候 他的富爸爸就教他 你不要为了钱去工作 那这个不要为了钱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像 就是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你不要为了那给你那30万的钱 但是学不到东西的那个工作去工作 如果这样的话 那你就是为了钱而工作 如果你选择这个15万的 你就是你并不是为了这15万在工作 你是为了这份工作给你学到的东西 为你带来的未来 在工作 所以呢 他的富爸爸就教他 你不要为了钱而工作 这个是我就觉得 这个富爸爸真的是一个 就是说 他后来成为夏威夷的首富 那他确实应该成为夏威夷的首富 因为他的思维真的是不一样 那我们来看 首先刚才那三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 我们在我们的收入方式是什么样的 先来看四个象限 那罗伯特清奇呢 就把我们世界上所有的收入方式 归类归为成这四种 也就是说 不管你是做什么的 你的收入方式都离不开 都是这四种当中的一种 首先我们来看雇员象限 也就是一象限 一象限呢 就是为钱工作 你为别人 你为别人 或者是为钱工作 别人决定我的生活 财富很难自由 那这个雇员象限呢 占据了 基本上我们身边就是60%的人 大家都是雇员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S象限 专业人士 这些专业人士是什么 比方说个体啊 老板啊 个体的老板啊 专业人士啊 比方说牙医啊 比方说律师啊 我自己有一个律师事务所啊 或者是 就是说类似于这一类的 那这些呢 它是收入是有限的 那时间不自由 那拥有工作而工作 它是只能喘息 不能休息 所以这一类的人呢 就是占据了我们人群的30% 我们也叫做 体统式收入 这个呢 我们来看左边呢 就称为左向线 那左向线呢 它上面有一个上面写着穷人两个字 那刚开始呢 我是说实话 我对于穷人这两个字 我觉得哇 太刺眼了 就是 怎么觉得这么难听呢 但后来在一个系统里边学习 特别是看了罗伯特清奇的书以后 他说什么叫做穷人 我刚开始觉得我好像还没有那么穷 我觉得我好像还不站穷人的边 可能在我们的概念里是那种生活 就是居无定所的人 那个才能才算是穷人吗 其实不是 罗伯特清奇的书里边 就是说什么叫做 就是说你的财富是用时间来计算的 不是你有多少钱来计算的 也就是说 你现在的收入停止了 然后呢 你维持同样的生活品质 你的生活能持续多久 如果你能持续一年 那你的财富就是一年的财富 如果你能持续六个月 那就是六个月的财富 那如果说你一个月都持续不下去 那你就是 你的财富就是零 甚至有的人是附数 可能还有新卡的债要花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叫做我们左向线的人 称为你因为你不敢停 你一停下来你就没有收入 而且我有看到我身边的很多的老板 哇你一听起来开了好多家分店 但是呢全部都是外债 说有几套几套房子 全部都是贷款 这样的 就是说这样的 那个人的话 他不叫做 就是说这些 他不叫做有钱 他不叫做富人 他不能停 一旦出现任何的 就是说经济危机 出现你房子租不出去 你可能就出现了贷款 还不上的这个事情 所以呢 左向线的收入就是 永远都不可以停下来的收入方式 那我们再来看右向线 那B想B呢就是企业家 那他是建立系统 让系统为你工作 这个人群呢只建立了5% 我们一直长举的例子就是麦当劳 麦当劳的那个创始人叫雷克勒克 他已经过世了 但是他的家人每个小时还有54万美金的收入 这个叫做系统为人工作 我们都知道麦当劳其实汉堡包并不好吃 但是呢 他能把麦当劳这么不好吃的汉堡包 卖遍全世界 那你就知道 并不是因为他的汉堡包做的有多好 我们甚至有人称他为垃圾食品 对不对 但是呢 他能把垃圾食品卖到了全世界 你说是他的食品 食品好吃吗 绝对不是 是因为他的系统厉害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就是爱想线投资者 这个是我们一般人是很难企及的一个向线 就是他呢 是用钱来为你赚钱 那就是基金啊 债券啊 房地产啊 那这一部分人呢 也占据了大概人群的5% 那我们很多的E向线和S向线的人呢 想直接跳往I向线 反正我的 我不说绝对100%大家都挣不到钱 反正我身边的人呢 就是说没有亏钱的算是已经运气非常好的 非常非常多的人都在这边亏了钱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用左向线的思维方式来赚右向线的钱 为什么 大多数的人进入到投资向 比方说买股票 他们进入买股票的时候呢 他们就想低买高卖 大家想想这是不是一种左向线的穷人思维 那我们再来看 我因为看过巴菲特的一个 就是说他的一个投资 他是什么 他是通过很长一段时间来调查研究这家公司 就举个例子 巴菲特其实在苹果公司成立了很多年的时候 巴菲特都没有买苹果的股票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一家电子产品公司 他觉得 他不想买他的股票 他觉得没有什么更长远的发展 直到后来苹果开始 就是说在他的那个商店里边 卖苹果的软件 巴菲特才开始买苹果的股票 因为他觉得软件这一块 是属于一直在更新换代的 就是说他会觉得这才是有价值的投资 所以真正的投资者 他是来一个 他都是长线投资 他是经过很长时间来研究你这家公司 然后他投投资你的股票 他所享受的不是高买低卖的赚到的眼前的这一部分钱 而是这个长线投资 他赚的是股东的利润分红的这一块公司 所以大家想 你用左向线的这种 就是说体统式思维来赚右向线的钱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人先进入到右向线 思维先进入到右向线 你人才能进入到右向线 你的收入才有可能 拿到右向线的收入 大家说对不对 就像咱们经常看到 就是我看到的那个 美国有很多就是有一些 有穷人 就是说那些领低保的人 他中了那个美国的大乐透 我们说的彩票 结果呢 有过这么一个调查 就是说有那么一些 就是说这些穷人呢 他们中了大乐透以后 没过几年 他们过的生活 甚至有的人比原来还惨 有的已经妻离子散 有的已经破产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 他们所能掌控的财富 就是这点钱 你比方说他每个月挣3000美金 他所能掌控的财富 就是这3000美金 你给他突然一下子 给了他一大笔钱 对他来说可能是个灾难 那这个也就是像 我们在建立团队的时候 同样是这个道理 当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 我们是不是会很着急啊 觉得哎呀 我没有人啊 哎呀 怎么我介绍不进来人啊 哎呀 为什么我没有影响人进来 这个生意看起来不好做 并不是因为 这个生意不好做 也不是因为你的能力不行 而是因为你现在还没有成长到 那个能可以承受 就是说进来合作伙伴 你能给他 给到他什么的一个阶段 等等到你成长到一定的程度以后 你的伙伴进来 你才能够带领他 你才也才能够就是说 给他他所需要的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你才能够帮助他 如果你还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 咔给你一百个人的团队 你会怎么样 你这一百个人的团队 可能一个都留不下 到最后可能你也就觉得 哇塞 给我这么多人 我都干不起来 那看一样 我还真是干不了这个事 对不对 所以呢 一个道理 我们一定是先有一个 思维上的改变 成长与改变 然后行为上的改变 然后我们才能够 就说吸引更多的人 那我们再来看 这个是罗伯特清奇 和塔纳德特朗普 写的一本书 就是他们俩合作的一本书 让你赚大钱 可想而知啊 这个罗伯特清奇的影响力 有多大 能跟川普 就是说合作写书 这个就是绝对是 实力水平相当的人 才可以做到 不然的话是不可能做到的 他说我们发现 有一种特别好的模式 这种模式既能 给你带来被动收入 又不需要太多的资金 那这种模式呢 就叫做一种模式 八种资产 我们来看这八种资产 网络营销未来 能给你带来 稳定财富的八个理由 那第一 资产一 真实世界的生意教育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生意呢 是看得见摸得着 而且非常实用 都在我们身边 是我们每天都在触摸的 这样的一个生意 那资产二呢 就是个人发展捷径 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 不需要你有很大的投资 而且还有人教 这难道不是捷径吗 这已经是对我们普通人来说 是最大的捷径了 你还要什么一样的捷径呢 对不对 那第三 就是一群和你有着共同梦想 和价值观的朋友 我相信只有和你有共同梦想 和价值观的人 你们才有可能一直走下去 你们才有可能成为 永远的合作伙伴 对不对 那这也是我们的一项资产 资产四 网络的力量 那也就是说 假如说 你的人际关系 假如说有十个人 那这十个人的 这十个人可能链接到了 每个人的十个 也就是说一百人 那本身 如果你没有参与这个网络的话 这一百个人 你是接触不到的 那就是因为你拥有了 这十个人的网络 你就扩大成为了 一百人的网络 这个叫做网络的力量 那资产五 可复制升级的生意模式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生意 是可以复制的 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复制 只有简单的东西 才可以复制 你太复杂的东西 是复制不了的 那第六 资产六 五与伦比的领导力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里学习到的是 如何去为别人着想 站在别人的立场上 去思考问题 当你学会了这个的时候 你才会拥有真正的领导力 那资产七 创造财富的机制 也就是说 咱们这个生意 就是它是可以给你创造财富 它是它的一些奖金分配之类的 那资产八 追求梦想和实现梦想 你只有不停的在梦想的道路上 不断的追求它 你才有可能实现你这个梦想 那这也是我们的资产 人因为梦想而伟大 你只有有了这个梦想 你才有可能持续的去做一件事情 这个持续做一件事情的原动力 就是你的梦想 所以咱们一个系统吧 成功发布的这个梦想 列在第一步 它都是有原因的 如果你第一步没有证明白 那你接下来的期步 你就走不通 那好 这个是我们的八个资产 那第三个就是具体创立怎样的生意 我们来看 你有没有算过你家里 每月每日的 就是日常消磨品的费用 那它这里写的是一个 中文的这样的一个归纳 那我我呢是用咱们 我大概算了一下 我用咱们那个日元算了一下 就列了一个简单的表格 就是假如说我们的 就是家里的洗洁精和清洁剂 就所有的洗洁精和清洁剂 假如说每个月只需要500块 然后呢洗衣粉啊柔顺剂啊 这类的也需要500块 那沐浴露比方说沐浴露啊 这一类的香皂啊 这一类的可能是需要 就是写的少一点啊 就300块不多吧 那洗发水啊 就说你一家三口人 三四口人的话 我觉得一个月500块 应该也不多吧 我算的都没有说好的产品啊 就是说一般的药妆店的东西啊 那牙膏呢 假如说每个月需要300块 这都是比较低配了啊 我没有算那个很贵的啊 就是然后呢 那现在大家都基本上 每个家庭你看多多少少少 不管是给孩子啊 大人都在用一些营养补充食品 对不对 那假如说这个营养补充食品 每个月15000块 那护肤品呢 每个人都在用吧 就像咱们护肤啊 像咱们女士 护肤啊 彩妆啊 简单的 你防晒啊 这一类的 加起来假如说 嗯 我们也就算平均值 也不算是 那个最贵的 也不算那个最最便宜的 嗯 稍微稍微 嗯 那个就算15000块 那 再加上 我们家里所有的调味品 呃 柴米油盐 酱醋茶 呃 就是就这些哈 咱们每个月 一个家庭的日常开支 就是34100日元 那这34100呢 是每个月 我算了一下 一年下来的话 呃不对 呃 一年下来的话 是40万9200 大家这个账 一起算是不是有点吓人呢 40万9200 那假如说 我们再来看 40万9200 呃 假如说你在商场里消费 假如说你在药妆店里消费 你得到的最多的就是积分卡 然后呢 在这里积点POINT 然后到最后呢 换点小东西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现在是25岁 按照平均年龄75来 75岁来算 我觉得嗯 大家都不止活到75岁 哈 我的目标要是活到100岁 那咱们就按那个 这个数据数据来算的话 还有50年 我成了一下 50年 也就是20460万 也就是说 你这一生的消费 从25岁开始算 你自己成立家庭 然后呢 就说到75岁 就是2046万 我们来看哈 我们不停的工作 做生意 赚钱 我们赚的钱 有这么多钱 就是为了花掉它 对不对 我们一直都是在 赚钱 就是为了花钱 赚钱 就是为了花钱 那假如说 你这个钱 花在自己的商店里呢 那这2046万 就是我的营业额呀 那假如说 你再去分享10个家庭 这10个家庭 是不是就变成了 2亿 460万了 那如果这10个家庭 再去分享 这10个家庭呢 也就是 多少亿了 20亿 50年的时间 20亿的营业额 都是在你自己的公司里 产生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值得的 一件事情 对不对 那所以呢 我们就是 把这个事情 来投入到自己的店里 所以我们叫做反正钱 网络营销创业的商机 那史蒂夫普莱斯呢 在《家里的黄金》 这本畅销书里的作者 提出了反正钱这个观点 反正钱是你为了维持家居 和生活方式 而必须花费的金钱 因为你无可避免 要花这份钱 所以呢 这些必须的开支当中 创造一份额外的收入 而不是光花钱 而没有机会赚钱 这种做法是非常美妙的 不是吗 那很多人就说了 哎呀 那我换了你安利的产品 我不是一样要花钱吗 没有错 但你看哈 假如你把钱都花在外边的 外边 你 当你的产品用完了的时候 你的钱没了 产品也没了 什么都没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 你把你的这个反正钱 花在了自己的店铺里 你看哈 首先你是不是用一个优惠的 就是说用便宜的钱 而用了一个优质的产品 首先你省钱了 那还有一个呢 你的产品用完了以后 钱花掉了 对不对 但是你还拥有了一个商机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目前的这种四种商业模式 那最早的商业模式呢 就是最传统的商业模式 就是制造商 代理商批发商 零售商消费者 也就是我们 这是最基础的哈 最最早早些年的 那后来呢 就变成有了这种仓储式连锁 叫制造商 直接 呃 销售给零售商 零售商销售给我们 所以呢 这个零售商给我们 优惠大概3%到 让利3%到12% 所以我们现在都是要去 这种大型的呃 仓储式连锁超市买东西 因为便宜 对不对 虽然很多的不方便 呃 可能地方也比较远 有很多的不方便在这里 但是大家为了省钱 是不是都愿意 克服这种不方便呀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特许加盟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加盟 呃 制造商总部呢 你开很多加盟店 呃 这个4%的利润呢 是返给制造商总部的 那96%的这个呃 这个营业额呢 都是在这个加盟店里面 那这个是一种叫特许加盟 那他是需要很大的一笔的加盟费的哈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交互式合作 交互式合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呃 就是商机呃 制造商他呢 没有代理商批发商店 他直接跟消费者合作 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终极 中呃终极消费流程哈 那也就是换个超市 你本来在A超市买 A超市呢 有优惠 有折让 有礼品 有积分 但是呢 仅仅是少消费 你的钱永远是 你的钱永远只是花出去 那我们来看B超市 B超市呢 也有优惠 有折让 有礼品 有积分 我们都知道呃 纽西来就是安利的产品 很多都有这种 呃 这种呃 叫月变啊 就是最后一个月的时候 会给你优惠很多 然后呢呃 也会 就像现在是不是 XS也有达30%的优惠 然后礼品 就是偶尔公司 也会搞各种活动 送很多的礼品 而且我们还有积分 然后呢 我们有教育 有组织 而且是理性消费 现金返华 就这个理性消费哈 我今天在这里想 大家就说 很 就是说分析 就是说 因为最近 呃 听到了一个 国内老师讲的 这个营养课 哇 我就觉得 真的 安利的产品 这么好 我们没有很认真的 去用它 也是我听了 他讲的这个以后 我就在 反思我自己 我也在想 哦 原来我们的护肝 它片可以这样用 哎呀 我们的这个 呃 XS的这个增肌液 还可以这样用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今天的脸色 有特别的好 我自己都有感觉啊 好 一会儿有想知道的 我跟朋友分享 好 为什么哈 就是我听他讲的 那个 呃 那个咱们的 那个XS的 那个粉末 那个增肌液 我呢 早上喝两勺 晚上睡觉 之前喝两勺 他说这个晚上 就是 那他能非常快的 给你修复 你的 呃 就是说他会 给你护肝 因为晚上就是要 让肝脏休息好 而且我知道 原来咱们的 呃 纽西来的这个 叫呃 美容片 就是增加 胶原蛋白的那个 我一直以为 他仅仅是 增加胶原蛋白 结果呢 我听他讲了以后 我就去仔细查了 查咱们日本的 这个美容片 天呐 太让我吃惊了 就是他里边的 有一个叫 呃 这个东西哈 我网上查了 查叫什么 什么 什么 有他的一个 学名 我忘记叫什么了 我在百度百科上 查了一下 就这个 它是有抗癌 抗癌功能的 哎呀 我都在想 天呐 我们守着这么好的产品 我们都不知道 而且呢 这个 日本的这个美容片 它里边有 这个葡萄籽的 就是说 葡萄籽 还有这个叫 呃 那个叫构旗 还有那个叫 呃 就是说三种的 这种果实的籽 里边提取出来的 呃 我都知道 因为葡萄籽 大家都一直都知道 它里边 就是最为广泛用的 就是叫做花青素 这个花青素是 抗氧化 抗衰老 是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应用非常广泛的 一种成分 而且应用在一些 抗癌药品的里边 都有 我就 嗯 然后呢 它这两样加起来 就是让你晚上 而且它建议是晚上 睡眠之前用 就睡觉之前用 因为它含有VC VC 还有呢 那个就是 这个蛋 胶原蛋白 所以就是 让你在晚上睡觉之前 非常好 睡觉的时候 非常好的 修复你的这个 对你的肝脏 还有对你的皮肤 都有一个 非常好的修复 所以呢 就是让大家在一个 不断学习的过程当中 让大家 呃 就是说选择到 选择到适合自己的产品 知道这个产品 怎么能够用在自己身上 能够产生 发挥最大的作用 这个是我 让我们就更加理性的去消费 这个是我 呃 这几天感受到 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 哈 还有我们的现金返还 这个现金返还 难道 不是很有魅力吗 对不对 你在花钱的同时 又在赚钱 那 我们现在 呃 就是选择正确的途径 那1959年呢 美国出现了这样家公司 采用了新的商业模式 就制造商 直接找到消费者 那他提供优质的产品 亲切友善的服务 百分百 无原因退货的保障 让我们成为公司的代理商 也叫做交互式合作 那交互式合作呢 在欧美占据百分之五十到七十 但在中国不足百分之一 所以我们中国人市场 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哈 那他产 他是产品制造的源头 然后直接找到产品消费者的终端 这是终极的商品流通模型 终极的商品流通模型 所以大家一定要赶上这个 终极的商品流通模型 让我们也站到中间来 让我们也可以来分一杯更行 真的 像安利公司这么大的世界 这个五百强 愿意让你来做他的代理商 而且是零成本 我觉得这个是太值得了 所以咱们这个生意 不怕你不了解 不怕你来了解 所以我们要选择 而且这个叫做合作共赢 那机会平台 我们在中间 供应商和培训系统各一边 那机会平台 就给我们提供了产品 优质的产品 还有奖金分配 还有一个承诺 承诺就是说 我给你的产品 永远绝对是这个世界上 就是同样的价格 我的品质是最好的 同样的品质 我的价格 绝对是最有竞争力的 这是他对于我们消费者 和我们经销商的承诺 然后还有就是他的品牌 我们都知道 安利公司已经六十多年了 品牌都是安利公司来创造的 所以他把所有 就是说最难的事情 他们都做了 安利公司都为我们做了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培训系统 能力平台 培训工具 咨询模式和策略 培训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 不管是产品 就是说让我们成为理性的消费者 让我们来了解这款产品 让我们怎么更好的使用这款产品 这个是培训 那还有呢 就是说我们的财商 人际关系 还有那个时间管理 财务管理 各个方面的培训 让我们成为一个 有吸引力的人 让我们成为一个 就是说生活上 能够更加自律的人 那还有工具 工具就是我们的书和CD 还有我们的 就是说一些的学习材料 业格系统呢 就把所有的工具 都形成了文字和音频 也就是说 你可以随时的使用 非常的方便 还有咨询 也就是说我们上下 统一的咨询线 然后呢 就是模式 刚才说的 就是把所有的工具 都形成了文字模式 你要知道 这个世界上 如果是以口口相传的话 是会走样的 就像我们常做的 那个游戏 刚开始 第一个人传到最后一个人 第一个人讲我手疼 最后传到最后一个人的时候 变成了我杀你 这个就是说 口传是会有误解的 那我们就 一个系统呢 就把它全部形成了文字 形成了模板 你只要往上套 绝对有适合你的方法 然后还有一个策略 因为市场一直在 不停的变化 那咱们一个系统 也在不断的为我们 制定新的策略 我们的领导人 也在不断的为我们 制定新的策略 所以呢 这个叫做合作共赢 那我们看 很多很多的团队呢 他没有系统 那他们所拥有的呢 只有是一个体系 体系是就是 他们也有所谓的书和CD 但是他们那个书和CD 是怎么来的 就是基本上就是 今天东 就是说东边 听说最近这本书 获得了诺贝尔奖 咔大家就买回来一起看 明天听说那本书很好 咔大家就买过来一起看 东拼西凑的这些内容 但是咱们业格系统提供的 这些培训资料是什么 是由300位的 咱们业格系统的 全球咨询委员会的会员 为我们选出来的书 那这咨询委员会的会员 他的水平是什么样的水平 首先在这个生意里 他连续10年收入 不能少于100万美金 而且是10年 10年不能掉下来过 并且至少有7家以上 每个人至少有7家以上的 不在职的 就是说7家以上的 就是说自动运行的 这样的公司 也就是说拥有管道式收入的人 这样的人 为我们选出来的书 大家想这样的人的思维方式 肯定跟我们普通人的思维方式 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他们所认可的一些东西 就是说认可的一些东西 如果我们看了 我们也能够学到 我们的思维是不是 慢慢的才能够接近他们 思维接近于他们 我们的行为才能接近于他们 我们才能创造出来 跟他们相同的收入 这个就是耶格系统 他的厉害之处 也就是我们刚说的 就像刚才所说的 麦当劳他为什么能把 垃圾食品卖到全世界 就是因为他的模式厉害 那咱们耶格系统 为什么能够成为全世界案例 70%的营业额 全部都是耶格系统的做出来的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模式厉害 大家想 垃圾食品 他因为 就是说麦当劳因为模式厉害 他的垃圾食品能卖到全世界 那咱们耶格系统这么厉害 再加上咱们这么好的产品 你说 把它弄出来的团队 难吗 我相信不难啊 对不对 那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那个安利公司 那安利公司呢 是1959年在美国密制安州 雅达城 有两个年轻人 一个叫温安洛 一个叫迪威士 他们凭借着一款叫 LOC的超濃缩 多用途清洁剂 创立了安利公司 那现在呢 安利公司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 世界性大型跨国公司 已经有60多年的努力 经过60多年的努力 安利公司总部在美国亚达城 已经发展成为 占地110万平方米的大型企业 在其他地方和国家 还有工厂和原料和种植农场 那这个是安利中国 1995年在4月 在中国正式成立 那咱们的日本的安利是 1979年在日本开始正式运行 那公司在1995年 1998年是正式迁入到 在色谷盖起了 这个咱们的安利总部 那安利呢 清创业四大知识系统 什么叫做清创业 清创业就是没有成本 所有的都是安利公司给 就说给从产品的 产品的研发到产品的生产 到产品的流通 到就是说各个方面 全部都是安利公司承担的 我们主要做的就是 去分享产品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产品支持系统 就说我们有500多种产品 还有就是说有多少研发机构 1000多位全国 1000多位全球产品研发科学 科学家呀工程师和技术人呀 这谁在屏幕上划 都划上红道子了啊 然后呢移动 不知道移动电商系统 那现在咱们的 现在咱们就说 日本的安利也是 咱们是不是有斜压坝 谁想了解这款产品 你斜压坝发给他 首先就给他一个25%的折扣 那这个斜压坝里边并且有链接 他想申请会员啊 他直接就可以在里边申请出来会员 申请成会员 而且这个斜压坝呢 他比方说他看了一个牙膏 接下来就有牙刷的链接在里边 他可能顺带点开牙刷的链接 这个就是移动电商系统 就是安利公司为我们所做的支持系统 还有顾客体验系统 安利公司是不是有这种体验 就是说公司什么都可以体验 那现在因为科罗纳的缘故 就不能体验了 然后学习成长系统 也就是咱们的业格系统 所以呢就给我们这四大支持系统 就这样的生意 有人教产品不用你操心 然后还有人教 有人带 如果这样的生意 你都不愿意做的话 那就老老实实上个班也挺好的 你不要勉强 这个说明就是可能你觉得现在很满足吧 那这个也没有对于错啊 这个只是个人的选择的一个事情 那我那个安利的就是说收入哈 那这个是咱们国内的一个收入方式 国内的收入方式 我们先来看 咱们就是来看日本的吧 大家能看到这个屏幕 看到看到我的 看到我 看得到 能看得到哈 这个是一张咱们日本的那个 就是说这个收入的这个 PV的一个结算 大家看哈 很多人 大多数的人 这个对于这个生意可能 就是从一个副业做起 那副业的话 我们多了不说 假如说 那就是假如说就现在一个妈妈 他去比方说打一份零工 可能每个月下来就是七八万吧 那假如 你能做到这 你基本上每个月下来 至少七八万 因为现在新的奖金 那这个是零 从三到九到百分之六 百分三百分六百分九百分十二 到这里 如果加上不拢子Q的话 你基本上 有个小十万的收入 也不错吧 那如果说 还想更再多一点呢 你到这 差不多 有个十五到十七万的收入吧 就是应该是十二到十七万的收入 这个是根据你不笼资 有没有做到的这个来算哈 是不是也不少了 那十几万的收入的话 可能一份简单的阿罗拜 的恐怕还不行哦 一天三四个小时的那种阿罗拜 的恐怕还挣不到哦 那假如说 呃 你觉得哎呀 那我想有一份呃 全职工作的收入 你就做到这 你做到这呢 基本上按照现在 布隆兹的架构的话 就是四十到六十万 为什么会有二十万的差距呢 就是你的很 你你看你的前排 你的架构 有四十到六十万的这样一个收入 如果说让你有一份全职能拿到手一个四十到六十万的收入 是不是也不错啊 那现在在座的各位 有多少人在 就是说一份工作能拿到手四十到六十万的我相信不是很多的对不对 那好呃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收入那很多的朋友会说哎呀安利呀 好像不挣钱呀 好像刚开始挣不到钱 安利不是刚开始挣不到钱 而是你不具备挣钱的能力 假如说哈 呃你会卖货 你一个月能卖到这儿 好 二十就是说能能卖到这儿 也就是差不多两百万的货 咱就不用说就到这儿吧 一百一百五十万的货 货到这儿两百万的货 假如说你有这个能力 你有你有这个人卖 你你能去卖货的话 你一个月就能同一个月就能赚到四十到六十万 哦 那 大多数的人就说是说啊 安利赚钱慢 是什么样的人赚钱慢 他举不具备销售能力 也不具备任何的能力 那他要从 一个慢慢的成长 他又不敢去 呃卖产品 那又有很多的恐惧 那像这样的人呢 就需要有一个呃 逐渐的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就像我这样 我也不会卖货呀 呃 像我这样的就是需要有一个不断的这样成长 那不用卖货 当你慢慢慢慢成长 有领导力 你会吸引 你能吸引到别人的时候 你也能够呃 去分享一些 就发自内心的去分享 你认为好的产品的时候 你才能够 达到这里 所以 赚赚钱与不赚钱 跟是不是安利没有关系 而是你有没有这个能力的事 就像说 你不会游泳 换游泳池有用吗 那在安利里边 安利这么好的产品 60多年的企业 你在这里 卖他的产品 你都挣不着钱 那你再去卖其他的产品 你更挣不着钱 你其他你更卖不出去 对不对 所以那咱今天讲的不是一个卖产品的事 而是说 安利这个生意是绝对可以挣到钱的 只是呢 你自己什么时候能成长到 能挣到这份钱 关键的问题在这里 好 那好 这个是咱们今天的这个 就关于能不能挣到钱的这个事 那好 最后呢 我们来看 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 就是说 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 英特莱德国际服务有限公司 那这位呢 是德什特耶格先生 咱们的耶格系统 就是他创建的 那他已经上天堂了 已经不在了 这个是咱们的生意的支持系统 中间的这个照片呢 是他和他的夫人 还有他的三个儿子 现在是他的三个儿子 在经营咱们的耶格系统 也就是说 已经传到第二代了 耶格领导着 安利全球营销体系中 公认最大的顾客网络 成千上万的销售代表们 希望处在耶格的领导之下 他的系统 比别人在更长的时间里 为更多的人 创造了更大的成功 对此极少有人提出疑议 这是 那个不灭的梦想的作者 叫保罗康恩 他为耶格系统 安利生意 写了一本书 有没有看过的 想看的伙伴就可以借那个 去看一下 那关于耶格系统呢 真的是当你越来了解 这个耶格系统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系统的魅力所在 他所吸引你的地方 首先你一定是跟这个 耶格系统 认可他的价值观的人 那这个耶格系统的企业宗旨 我一定要给大家念一下 因为我刚开始读 就说看他的时候 我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当我在耶格系统 越学习越成长 越来经历 越经历更多更多的人的时候 我就越感受到 他这个 就说企业宗旨的这种 伟大伟大之处 英特莱德企业宗旨 在于给每个人 能够梦想成真 实现人生目标的能力 这基于你要投身于一个 已被实践证明 是成功的系统 基于你要用 助人自助的精神来实现 系统强调独立自主 个人要绝对政治 以及家庭的价值 也强调一切利益的获得 应符合道德 法律和伦理 通过让人们加强 对个人创业的理念 以及原则的相信和承诺 使大家认识到 真正意义上的 个人经济独立 是可以实现的 首先 就这句话里边 当时加入到 叶格系统的时候 让我最震撼的一句话 最吸引我的一句话 就是强调一切利益的获得 应该符合道德 法律和伦理 就这句话 让我非常非常的震撼 因为这个是 在我的生命过程当中 在我不管是工作 还是与人接触 还是经历很多 我从来没有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听到过这类似这样的话 因为我也没有在什么大公司 就职过 也没有接触过什么一些 就是很有信念 很有理念 很有什么样的人 真的 我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普通 就说 可能就说 最 我们就说 是最底层的 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当我接触到这句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有点震撼 我就觉得 就说 耶格系统 它是把 一切利益的获得 应当符合道德 伦理和法律 它首先就是 就这一道关卡 就筛选掉了很多人 因为能够认可 耶格系统企业宗旨的人 首先 他绝对是 一个这样的人 他是愿意 把他的利益获得 不是损人利己 而是符合道德 法律和伦理 首先 就是会刷掉一批 跟你价值观不相同的人 那跟你走进来的人呢 他肯定是认可 这个价值观的人 这个真的是 太美好了 而且呢 就是说 在耶格系统里边 成长了这几年 让我感受到 最深的一句话 就是 现在就说 特别 最近特别有感受的一句话 就是 在于给每个人 能够梦想成真 实现人生目标的能力 这个是 为什么呢 因为 我自认为 我是一个比较有梦想的人 我一直想做点什么 但是一直不知道 该做点什么 我记得 以前上班的时候 我 其实我不算是个努力的人 为什么 因为我属于半放弃状态 我觉得 哎呀 反正努力也就这样 也不可能有什么 很大的进展 因为也没有人教你 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就会放弃 那个时候呢 就在想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但是呢 自己眼前的一切 自己的生活 都不是自己所想要的 很矛盾吧 不知道想要什么 但是呢 眼前所有的一切 都不是你想要的 你说这样的人痛不痛苦 很痛苦 那后来呢 进入 遇到 就是说 进入到 安理 之前也有经历过 其他的直销 也是 就是也有投钱进去 但是失败了 就是因为 不知道该怎么办 没有人带你 也没有人教你 也不知道你自己 该怎么做 这件事情 那后来 其实遇到安理 是我的第三个直销了 那第三个直销呢 我就觉得 哦 挺好 有人教 有人带 但是呢 我会发现 领导人的能力 有的东西 是你复制不来的 为什么 因为你 你跟领导人的 经历不一样 你的出身不一样 你的文化背景不一样 你所有的东西 都不一样 所以 你要 你不可能去 完全的去复制 它复制不了 那后来再进入到 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也不明白 那后来再进入到 叶格系统 在系统里学习了 这几年 再看到 这句话 你就发现 我们 我就 我就在思考 我自己 我是一个 很有梦想的人 但是我不知道该去 怎么实现我的梦想 我也没有这个能力 就是想想这个 很心酸 很感动 所以 我真的是可以 嗯 发自我的内心 现在 在跟每一个人 来分享我们的 业格系统 跟每一个人 分享我们的 案例 这个生意 很感谢大家 不好意思 我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